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0回 看到韩丽露的这一手少女的小子微章面容上首次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韩丽随后将手一挥那些红线又都飞进了玉侠内重新显出了非真的原形 我想现在可以买着法器了吧 既然阁下能用当然可以了 加上了真一元丹的丹方一共四千块零食 少女脸色恢复了正常重新不苟言笑的说道 四千零食 韩丽望着少女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这个价钱还真的高的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单方一千五非真两千五 那少女毫不迟疑的报价 说实话呀 这四千零食在此女看来还真的不贵 毕竟这两样无一不是修仙界的罕见之物 若不是赶上此刻的魔道大败三国联军 还真不会有人拿出来出售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韩丽的身子忽然作正了 脸上涌现出郑重之色 不知贵格对千年灵药如何收购啊 片刻之后 韩丽从星辰阁内不慌不忙的走了出来 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大的楼阁 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倾笑 接着就大步开走了 现在韩丽的储物袋中 那套红线顿光针和既有单方的玉碱 都老老实实的呆在里面 刚才他向那少女随意的问了一下 千年灵药的价格之后 并没有拿出什么灵草给少女看 而是另外拿出了两颗包含了千年灵药成分的定颜单 交给了少女 韩丽记得真真切切 原本冷漠至极的少女 一听明白定颜单的助颜奇笑之后 顿时浮现出了狂喜的神色 那种截然相反的神情变化 倒是让他吃惊不小啊 随后少女马上找来一位 星辰队的炼丹师 让他亲自鉴定了这传闻极广 但却没有人去炼制的丹药 结果确认这两颗丹药的确是定颜单 而且还真有助颜奇笑 少女当即紧张至极的将五层的蓝夫人叫了上来 在两个女人一阵滴滴的窃窃私语之后 韩丽以两颗定颜单 外加一千颗零食的代价 换下了单方和法器 现在想想啊 韩丽心里头还有点好笑 可以容颜永驻 永保青春 对女人来说还真是诱惑无比 根本就没有法子加以抵挡 即使蓝夫人这么心机颇深 修为深厚的女修士 在听到这韩丽有定颜单之后 竟然也露出了和少女一样的热帖神情 让韩丽对女子对自己容颜的在意 彻底有了了解 不过这样定颜单的出售价格 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 原本以为啊 最多可以换两千零食的 结果两个女人一开口 就让韩丽大为满意 自然不会不知好歹的再去杀架呀 看来幸亏这里的掌柜的是两名女子 那若是男掌柜的话 恐怕能给韩丽数百零食就算不错了 交易完了之后 从狂喜中有些清醒的蓝夫人 终于忍不住问了丹药的来历 被韩丽随口一句 无意中得到的就打发掉了 韩丽离开星辰阁的时候 心里头有些不舍呀 她知道 听星辰阁轻轻松松的拿出红线 顿光珍和丹丰 这么珍惜的物品 那肯定还有更珍贵的东西 但是可惜呀 她实在不能再拿什么丹药和灵草来换取了 否则 甜才漏白的后果 韩丽不用想也知道有多么的危险 抱着惋惜的心态 韩丽在仿式内找了家 装供修饰休息的客栈住了下来 剩下的时间 她开始练气打坐 准备明天再找那徐殿主给她练制法器 第二天早晨 韩丽如月来到了练气店铺 那徐殿主啊早就等候多时了 一见韩丽进来 立刻兴奋的招呼她往后院去 韩丽微微一笑走了进去 大半个月后 韩丽终于从店铺内走了出来 只是和她进去的神色相反 此刻的她呢 面上满是阴霾之色 似乎在心里边糟糕透了 在她后面 那位徐殿主一脸羞愧的紧跟了出来 并不停的在韩丽身后 喃喃的说着什么 韩丽尝出了一口气 心情仿佛好了那么一点 随后和颜悦色的和徐殿主说了几句 就缓缓的往仿石外走去 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徐老板 不久之后 韩丽出了仿石的进制范围 直接预计往心如阴的无名小山飞去 站在神风洲上 韩丽的神色重新阴沉了下来 这都是因为大半个月的炼气 屡屡屡失败所导致的 他呀 太高估了那徐殿主的炼气之术了 就让那些珍惜的材料毁坏了七八个呀 才炼出了一套法器出来 而他最重视的螳螂妖兽材料 全都在炼制中毁坏的是一干二净啊 这让韩丽事后是懊悔无比 几乎有了寄出法器 狠狠的给徐殿主一击的冲动 不过他总算看在 老者自己也羞愧无比的份上 还是作罢了 甚至临走的时候 还和颜悦色的安慰了对方几句 想到这儿 韩丽用手往楚带中一拍 五把洁白的飞刀从大耳中飞出 围绕在韩丽四周盘旋不定 看到这五把用白蜘蛛的支腿 炼制出来的一整套法器 韩丽的心情总算稍微好了一点 虽然说还有三条腿炼制坏了 并且蜘蛛壳制成的战甲也落了空 但总算没有像想象那样全部毁掉 这也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韩丽只能这样苦笑的安慰自己了 不过 从这次炼器中 韩丽总算知道了 材料越是高级稀罕 越是需要炼器之人的技术高超才行 都是同一个人 上次的墨胶材料不就大半都炼制成功了吗 韩丽一边飞着一边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几天之后 韩丽再次出现在了无名小山的上空 这次不等韩丽使用宋传音符 那正法笼罩的白武就自动的给韩丽让开了通道 韩丽见此笑了笑 知道那心如荫恐怕这两天也在等他回来吧 毕竟这约定的日子差不多到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 韩丽已经坐在了竹屋内的一把椅子上 对面坐着面带微笑 仍然是身穿素衣的心如荫 韩前辈 来的正是时候 我昨天刚把那古传送阵修好了 前辈只要照着图纸修复 就可以让那古传送阵恢复正常了 心如荫说着 从身上摸出了一块玉碱 递给了韩丽 对他来说 修复一个古传送阵倒也是一件值得挑战的事情 如今成功了 也有几分欣喜啊 韩丽身手接过的预检心里是高兴无比 脸上难得的露出了几次不加掩饰的笑意 虽然他还没有马上就使用古传送阵的想法 但这必定是考虑中的一条后路啊 于是大江神石缠进去略看了几眼 果然有一张完整的古传送阵修复方法和详细的修复步骤 新姑娘 有劳了 哈利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感激之话 而是非常真挚的道了声谢 才把预检呢 小心的收了起来 没什么 我本身对着古传送阵也很感兴趣 但是随即新如荫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又拿出了一个小巧的锄带递了过来 我顶多还有一两年的性命 这些我和齐大哥一起炼制的几套正旗和正盘 以后也不会用上了 就一起送给韩前辈吧 希望能对前辈以后的修炼有一点帮助 见到新如荫送给自己这么一份大礼 并如此轻松的说道 韩利愣住了 随后深望了对方几眼 漠然了片刻之后 他才起身双手接过了除袋 肃然的说道 我韩利虽然不是什么仁后君子 也不是什么行侠仗义之人 但现在我再向新姑娘承诺一遍 只要我的能力大尽 可以灭了傅家一族 韩某一定让傅家从此在修仙界除名 此时的韩利说的是认真至极啊 心如荫见此笑了 他知道送此大礼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越是像韩利这样轻易不肯许诺的人 越会重视自己真心讲过的诺言 前辈若没有什么钥匙的话 可以在此多住几日 心如荫很想和韩贝讨论一下阵法之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三天之后 韩利从无名山上玉器飞出 这次呀 他直奔附近的修仙者聚集地白驰山而去 在那里经常有些散修和修仙家族的修士在此聚会 并交换一些修仙界的小道消息 当然了 也有趁机交易物品的 那韩利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从这儿打听到 如今的越国修仙界到底有多恶劣 七派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等等 只有得到了这些消息之后 韩利才能认真地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而下一次聚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白驰山离新如荫的无名山不算很远 新如荫和齐云霄以前参加过几次聚会的 但这样的地方性的小聚会 自然大多以炼器器修士为主 很少有什么铸鸡器的修士区 一天之后 韩利就到了这座所谓的白驰山 这座山倒还真的不小 共有大小三座山峰 其中最显要最高的那座西峰 就是众多修仙者聚会的地方 韩利所画的白光就直接冲向了此峰的峰顶 白驰山的西峰啊 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一些 整座峰顶不但建有一座古寺 还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石亭 一定有修仙者三五成群的在里面长谈了 当然 在亭子和寺院的外面 同样稀稀拉拉的 有一些修士在来回走动 看来这次的白驰山聚会 已经有人心急火燎的早到了 韩利在峰顶上空看了一会儿 再盘旋了一圈 落到了峰上一处偏僻的角落 随后呢 韩利带着屈魂 随意的向附近的几处石亭走去 以韩利的神识强大 不一会儿就将石亭内修士的谈话内容 都听得一清二楚 其中一座呀 有四名修仙者正高谈阔论的石亭 进入了韩利的眼泪 他略意宁听 说的正是越国七派和魔道之战的事情 不禁精神一阵 不再迟疑的走了过去 哎 这次啊 对魔道的大败 不但越国六派给逼得纷纷逃离了故土 就连我们元武和紫金两国以后恐怕也要大难临头咯 现在这就看魔道下一步 是先打我们元武呢 还是先攻打紫金了 四个人中的面容苍白的中年人叹息的说道 是啊 上次大战 固然六派实力大损 前去驻泉的两国修士 也葬送了五六成 这次天兴松等先派要交头烂额咯 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幸灾乐祸 听了这青年的话 另外三个人中的两名老者神色如常 没有什么反应 但那刚开始说话的中年人 则不由的苦笑了几声 一张嘴就想再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从一旁传来了一个声音 恐怕天兴松等大派固然狼狈不堪 我们这些散修和修仙家族的日子会变得更不好过 魔道中人讲究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一套 到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般轻松自在了 韩力缓缓的走了过来 头里边却说出了中年人苦笑的本意啊 这四个人听到有外人在附近 先师一惊 马上闭口不言了 但等发现 看不出韩力的修为之后 几个人都露出了一丝不安之色 纷纷起身向韩力恭敬的施力 那中年人更是急忙想替青年开脱 这位前辈 闲职啊 刚才只是随口一说 可丝毫没有对各派不敬之意 还望前辈不要见怪啊 这几个人呢 竟将韩力当成了什么呢 当成了元武国哪家先派的高阶修士了 那青年的神色同样的紧张了起来 一张小脸刷白啊 几位道友不要误会 我也只是散修而已 刚才啊 也只是随便的插一句 韩力微笑着温和的解释道 这几个人听韩力这么一说 这才放下心来 虽然不知道韩力所说的身份 到底是真是假 但对方没有追究刚才言语貌似的意思 这可是很清楚的 于是在几个人的公营中 韩力也在亭中的石桌旁坐了下来 前辈能到此地 我等晚辈很荣幸啊 不过以前辈的修为 怎会参加这种程度的交流呢 四个人中修为最深的红人老者 有些拘谨的问道 这也难怪人家如此惊讶呀 这要知道白池山这种地方性的小聚会 一般很难吸引到住基期修士的 高阶修士要是交流 自然会另有更高层次的聚会 哦 是这样 前一段日子呀 我一直在离此不远的一处荒山修炼 只是不久前听到 我国修士在越国大外的消息 感到修仙界要有大的变动 这才出山打探一下消息的 哎 几位道友可有魔道和越国最新的消息啊 听到韩力这么一说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 但马上其中三个人呢 一起望向另一位干瘦的老者 呵呵呵 要论消息灵通啊 当然要数丁老哥了 毕竟丁家有许多世俗产业 就直接开在了越国呀 红脸老者干笑了一下 轻巧的说道 那其他两个人也一起俯和赞同 这让韩力听了 眼中一色一闪 丁静老者见此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尴尬神色 只好无奈的说 呃 我们丁家在越国的子弟 的确最近给家族传回了一些越国的最新情况 本来这些情况啊 家族呢 不希望外传的 但既然几位都是丁某的至交 这位前辈 这位前辈也想追到一些 那在下就说一些 不过还请几位可千万不要轻易外泄呀 听了老者这番话 韩力的眉毛一宁啊 看来那边的事情 很复杂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一百九十一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